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今早由楊國仲和大家說天氣 過去一兩日因為受到西南季後風的影響 早上時也有些咒雨和雷暴 今天也是不例外 我們今早也有些雷雨影響我們 我們在九龍城的鏡頭亦捕捉到 今早有些咒雨經過九龍城 雷達影像那裏也能見到 其實藍色一點點的地方是一些咒雨 這些咒雨跟著西南氣流 就由西南邊飄過來 影響整個廣東的元朗地區 由午夜到今早六點鐘為止 我們很多的地方都已經錄得有幾毫米的雨量 比較大雨的地方就好像是荃灣青衣 沙田和港島的北部 這些地方錄得的雨量都已經超過有10毫米 因為受到西南季後風的影響 我們預計今天天氣都比較不穩定 我們預計今天將會大致多雲 有咒雨和幾陣的雷暴 而今天的最高氣溫就會有31度 風勢方面就會吹和緩的南至西南風 離岸風勢會是間中清靜的 至於接下來的兩三天 我們預計華南沿岸地區 繼續都會受到一些西南氣流所影響 再加上華南將會有一度低壓槽的形成 這一度低壓槽會引致到 現在影響著華南沿岸地區的西南季後風 是進一步變得比較活躍的 天氣情況將會持續不穩定的 我們預計接下來的兩三天 仍然都會有雷雨 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時候 安排了一些戶外活動 就要特別留意天氣的轉變 好了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